这才是车嘛 对不对 折叠硬顶的法拉利 这才是手机嘛 折叠的华为手机 来我们今天在车里和大家再次来开箱这台华为的Pocket S 就先回应一下各位小伙伴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每次开箱手机都会选一台车里来做 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手机 不对我们是汽车博主 第二方面是每次我认真找一个场景来拍的视频都会被夹 所以后面发明了一种拍法就是找一台车就开始来拍了 结果你知道我拿到这台Pocket S的时候 华为的公关跟我说 你千万别给我再找一台车随便就拍了 我敢随便吗 我能随便吗 我都法拉利找到了 这个还随便吗 对不对 所以你再看 特别硬紧的一件事情 就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一个色系的 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台Pocket S了 有关这台手机我想说的不会太多了 我觉得就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这台手机卡位卡的是真的很精准 发布会大家已经看到了 价格一公布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都已经和我一样是在一个疯狂的状态里了 这台手机它的定位真的是很准确 如果是一个女孩子 她能买一台什么样的手机 但凡她的生活精致一点 她都会没什么手机可买 除非你买一台新款的iPhone 14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买这台iPhone 14 你想想我省点预算 你也不行 你省不下那预算 你买一台iPhone 12 iPhone 13那种行吗 不行的 你的小姐妹都已经用到14了 你挑人家挑上下的 这不合理 对吧 咱是精致的女孩 不能干这一事 那你如果你买一台其他的安卓机 你发现好像针对女孩子的安卓机 价钱又比较合理的 真的就没有了 所以它卡在那个地方 要精致有精致 要色彩有色彩 要品牌有品牌 等等这些一方 她就很在意了 那所以我觉得有关这台手机 我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和大家来聊 它有什么几记呀 什么性能有多强等等 这些东西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 根本不想聊芯片 当然你也知道 为什么不能聊芯片 对 OK 那不聊芯片的原因是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故事 就是我们做汽车博主的 经常被人问起来买什么车 一般这样的女孩子 来问起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跟她多聊两句吧 对吧 这台车是后轮驱动 这台车是V8引擎 这台车有自动驾驶 这台车有拉帕真皮 你讲了这一堆的东西 你觉得 这个女孩应该都听懂了 这些技术的词汇了 可是她最后有一天会告诉你 佩哥我买车了 你买了什么车 买了一台什么什么车 为什么啊 她会告诉你 因为那台车有红色呀 就是很崩溃的状态 男女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 这男和女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男性买一台手机 会看你是不是120Hz的高刷屏 屏幕有几寸 芯片是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 而女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好不好看 好看啊 这不挺好看的吗 这一个边框 再加几个颜色的选择 我们在屏幕上给大家一张图片 你看看哪个颜色是你喜欢的就OK了 好 那说完这个以后呢 这个手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这块小屏 这块小屏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是桌面 显示时间 挺精致的吧 喝下午茶的时候往这一放 对吧 OK 你再看这里 相机 相机点一下的话 你看 我现在就可以给自己来一个自拍了 它往下一滑 开始拍视频了 你可以在这拍视频了 这个厉害吧 而且它用的是这个摄像头 不是那里面的那个前置摄像头 所以它的像素 也会来的非常高 OK 看了这个 你再往后翻 你可以翻出来一个是日历啊 这个天气啊等等 我再给你看一个厉害的 这个就真厉害了 你看 它可以翻出一个你的健康码 行程码 如果你要去坐个高铁 坐个火车 坐个飞机什么的 这个东西 直接在这里就非常酷炫的表现了 所以呢 点开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 一个一个的来调节自己的一个应用了 可以往里加 这个非常好用 OK 既然都打开来了 我们看看这块屏吧 首先这块屏呢 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镜面 所以呢 它的比例会有点 和我们常用的手机有点不一样 捏在手上的时候 这个是捏的 比较简单 你想我这么大手都放了 小女孩肯定就更好放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铐铐铐铐铐这个 我觉得就不用再去说吧 现在市面上 每卖出两台的折叠屏手机 是有一台华为的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了 这些都是OK的 没问题的 好 那看到这里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一块的屏会产生 什么样的一些 场景的使用了 对吧 它可以无限的悬停 那比如像 我现在是一个 开法拉利 我现在是个 做法拉利的小妹妹 对吧 这个小姑娘 在这个时候 可能要化个妆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这个开法拉利的美女呢 正要迎接 她的一个相亲的对象 那这个时候 她就可以这样 给自己来化个妆了 对吧 如果你是个女生 你就每天在车上 就这么化一个妆 哎呀 你看 这个多精致 够儿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功能 是非常好用的 我就很想 给我老婆整一个 因为我们比较忙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说 她也来不及化妆 所以如果 我在开车的时候 她在副驾 其实也很好用了 对吧 那再看看啊 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像它的一些分屏功能 等等的 因为这个屏 是有上下的分开 所以呢 分屏功能什么的 也挺好用的 比如像这个 你看 往这一放 作为汽车博主 我就有点感叹了 为什么一台法拉利 连个大屏都没有 还有手机支架 OK 好了 好 最后给大家看 几个小小细节的地方 就是这个 她可以怎么来放 如果你是一米八 大长腿的姑娘呢 你可以这样放 对吧 你这样一放 放下来的时候 丝毫不影响 你的大长腿活动了 但如果你想要把它 放在这个衬衫的口袋里呢 也能放 你看 这个就放进去了 你要把它放到 一个小包包里面呢 这个也是很好放的 手包就能放下 所以发现了没有 这一台手机 完全解决的 就是女性的需求问题 男人就别看了 男人看的话 就直接想想 给女朋友买一个